第216章 借鉴 下 如果是一般的修行者 遇着这等挫折 想必会就此绝望放弃 但他不是一般的修行者 他是视道如吃的道吃 他很清楚 所有的挫折都是浩天的考验 只要自己道心足够坚定强大 便有可能把所有这一切变成慢慢修行道盼最美丽的风景 在荒原上 他见过千年之前那位光明神座布下的快磊阵 他见过柯先生展开天地的浩然剑 这些风情都在沉默地等着他观赏 然后吸收 但西陵神殿里别的人不知道 裁决大神观不知道 想逼他成亲的神卫统领克罗迪不知道 不知道的结果便是 如今的西陵神殿不只给予他冷漠嘲讽 鄙夷羞辱 甚至把他现在最需要的时间都给剥夺了 叶红鱼需要时间 需要时间来看透那些风景 来看破蒙在眼前的纸 所以他可以平静无视那些神情复杂的眼光 那些自自诛心的议论 他可以显得怯懦 甚至悲贱 他可以跪在神座之前 恭敬地仿佛无希望的废物 然而现在 他所面临的局面 却忽然变得艰难起来 虽然神卫统领克罗迪是神殿难得的高手 是长教最信任的下属 但叶红鱼根本不会考虑嫁给他 不是因为他的年龄 不是因为他的相貌 甚至不是因为他对他没有感情 因为为了修道 他可以没有任何感情 而是因为他要叶红鱼嫁给他 他要他嫁给他 不是他求他嫁给他 不是他请他嫁给他 这是他无法接受的羞辱 叶红鱼沉默地坐在石床上 双手紧紧地攥着青色的道袍 指节有些发白 不知道是因为想起陈皮皮那个可恶的家伙 还是因为自己的兄长 叶红鱼这些日子里 对着无尽的羞辱依然可以平静自持 此时却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默默地低头 眉眼间尽是委屈 难过和怯懦 这时候的他不再是道吃 也不是失败者 只是一个普通的少女 普通少女被人逼婚时 自然是容易愤怒的 所以叶红鱼这时候变得非常愤怒 他目光寒冷 看着石屋紧闭的门 心想自己应该把陈八指杀死 把克罗迪也杀死 把所有敢用内等目光看自己的人全部杀死 然而眼眸里的愤怒渐渐化作枉然和自嘲 因为现在的他没有了时间 他不能回贯 那么他似乎只能这般愤怒而无助地坐在石窗盘 便在这时 有人来到石屋外 大人 有您的一封信 石屋外那人没有称呼他为思作 没有刻意的恭敬 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却表明了足够的尊敬 这是只有他才能感受到的尊敬 叶红鱼微微挑眉 深情微义 在神殿里 他已经很久没有被人如此尊敬过 石屋门打开 他认得那人是财爵司一名很普通的直士 那名直士恭敬地双手递过一封信 然后什么话也没说 转身离开了石屋 石屋门重新关闭 幽暗复生 叶红鱼走回石床盘坐下 静静地看着手中的那封信 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 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封皮上没有字迹 他曾经是财爵司的大司座 虽然不怎么具体管理司中的事物 但一样有双能识世间一切细节 然后从中发现线索的慧眼 看似普通的牛皮纸 纸絮的二纸 乃是丹州纸访最常见的工艺 那么这封信来自南晋 叶红鱼确认自己在南晋不认识什么人 所以他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 他揭开信封 抽出里面的信尖缓缓缓地展开 信尖是微黄的草纸 草纸上画着一个图案 画图之人明显不善丹青 线条歪扭颤抖 难看到了几点 也拙劣到了极点 根本无法看明白他画的是什么东西 叶红鱼看着微黄信尖上那个狭长中空的图案 捏着信尖两脚的手指微微颤抖起来 沉默了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 他看明白了信尖上画的是什么 那是一把剑 剑胜柳白的剑 越国在南晋之南 大河之东 临着相对安静的南海 所以渔港要比宋国那边显得更加繁华热闹很多 一名身着布山的青年从一艘渔船上走了出来 对着朝阳伸了一个懒腰 然后眯了眯眼睛 示意下属去完成随后的事宜 这名青年的容颜异常的俊美 假叛那道凄厉的伤疤 也没有让这道脸显出多少猙獰的意味 反而让他平添了几分沉着 他眯着眼睛 看着红戎出生的朝阳 感受着威尸海风拍打在脸颊上 忽然生出前所未有的满足 低声说道 就这般过完一生 似乎也不错 青年的下属们与渔商和盐商激烈地争论着价钱 但这些事情似乎与他无关 他只是沉默地看着那轮朝阳 渔港的人们只知道这位青年是来自北方的大商人 做的是烟鱼的生意 根本没有人知道在贩卖烟鱼之前 这名青年曾经拥有过怎样光彩夺目的人生 在世间拥有怎样的圣灵 青年人曾经是燕国的皇子 是西陵神殿最风光的年轻强者 是曾经在知命门槛上渡过几只桃花的黄黄美神子 然而如今他是一名泛鱼的商人 就算他被宁缺一箭射穿胸腹 废了一身境界修为 就算他自甘堕落在破庙里与乞丐争实 他毕竟曾经是龙庆皇子 没有修为境界 还有拳头 如果拳头无法抵挡世间的风雨 他还有智慧 最关键的是既然他没有死 那么他便想活得好一些 潦倒不堪的他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统一了燕国成经城内城外的丐帮 成了帮主 然后他带走了帮里的一部分财富 和一些忠诚跟着他的下属 去往宋国开了一家酒铺 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便打垮了街上的所有同行 然后再把那些酒铺茶楼时居 办卖办送给燕国某个官员 拿着到手的一千两银子 开始做贩卖生意 从越国收购燕鱼 再贩卖到南晋或是燕国 生意很好 龙庆有时候也不免生出一些唏嘘 自己似乎做什么都做得很好 只用了这么短的时间 他便成了一名大商人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然而 看着竹筐里那些烟好的咸鱼 他又不禁在想 就算自己成为世间最有钱的大商人 但和筐里的这些咸鱼 又有什么区别 咸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